我們專題動畫的美術風格偏向賽博朋克 是一個科技與現代文明融合的氛圍 劇情的元素通常包含了政府、科技道德以及駭客等相關議題 那我們這次會將台灣設為我們的背景 除了是過去較少人做的嘗試以外 也同時希望能夠探討一些現今社會人們逐漸梳理的問題 以及科技和道德觀所產生的衝突 在我們的世界觀當中呢 當時的台灣已經被許多大財團所掌控 民不聊生的狀況也持續許久 貧富差距的懸殊使人們也逐漸開始有了階級的差距 故事中的主角們比起有著各自不同的生長背景和故事 等著大家去探索和揭露 為了明確區別出各個角色的特質及立場 在設定上 女主角尤瑪是一位泰雅圖的原住民 由於雙親在抗爭的過程中雙亡 自幼便承受上司雙親的打擊 所以造就出她堅強沉穩的性格 在外型設定上 以泰雅圖的象徵色紅色為底 加上黑色的面罩 增添其身為駭客的神秘感 除了女主角外有兩位男主角 一位是黑髮藍眼的改造人黎璇浩 幼年時父親拋棄家庭 璇浩與母親相依為命 但就在她八歲那年房屋遭到強制徵收 母子倆被迫分開 且璇浩被特米諾公司改造成了沒有自我意識的傭兵 為特米諾賣命 造型上為了營造壓迫感 以黑紅色為主 黑色也是為了讓她融入黑夜便於在夜晚行動 另一位則是白髮綠眼的年輕發明家白羽 是特米諾公司老闆白佐恩的兒子 從小天資聰明 個性開朗樂觀 夢想能進入公司與父親一起工作 但命喪於一場意外 為了讓兒子復活白佐恩 將白羽的身體進行改造 醒來後的她失去了不少以前的記憶 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的事實 兩位男主角的身體皆有被改造 其中懸號甚至被控制心智 白羽遭到篡改記憶 現代科技也已經有機械手臂等等改造身體的研究 日後諾上數三者都能實現 那麼我們該如何平衡科技與道德觀所產生的衝突呢 這是我們值得探討的 在周邊的部分我們有貼紙 褲卡 邀請卡 壓克力以及鍍金徽章 筆記本 還有設定機 在3D場景設計部分 也參考了台灣本地招牌的設計 以及一些台灣特的元素 例如說一些五花八門的招牌啦 騎樓或者是街道小巷 再加上一些噴漆細節裝飾等等 讓我們場景看起來更有台灣味 而且同時也具有Cyberpunk的感覺 我所負責的工作是3D角色的製作 還有一部分2D載具的設定 場景模型的部分 是由我們全組平均分單建模 這次一共三隻的主要角色 每一隻做的時候都會碰到一些困難 由於是第一次製作 所以難免會有經驗及技術上的不足 大部分都是通過網路上的教學 還有求助學長姐的方法 來解決這次的困難 像是我在做我們女主角的時候 做完放進引擎之後 發現不管怎麼樣都導入失敗 但是隨著失敗次數的增加 經過這次的製作 經驗也增加不少 這裡就是特米諾的總公司 這個機房就是我們公司的網路部門 但是你動作要快一點 什麼 我們被發現了 怎麼可能 我明明都已經把寶拳系統關掉了 有馬跟我來 有馬跟我來 這些都是真的嗎 原來我已經死了 沒想到這個世界花了這麼久 才發現 明主 不過是場玩笑